今天裡面的成分股到底是什麼 所以我們買的時候 一定要看裡面的成分股到底是什麼 對 這個在我們的專業術語叫做 賺了股息賠了價差 哈囉 歡迎大家收看吃播聊財經 我是今天主持人Vian 歡迎我們陳寶老師 哈囉 大家好 剛剛一直在比愛心 然後比不出來 還是只會比這個而已 比不出來 比較容易 好 我們今天的主題就是 畢像客曹阿貴披薩 一天排面下的英雄戰隊 哇 你變得好標準喔 你剛才曹阿貴怎麼這麼標準 你剛才練習的時候不是有一個音嗎 哈哈哈 就是飄 厲害厲害 但是夭壽 不是夭壽 是夭壽 夭壽 不是夭壽 夭壽是什麼 很傻笑的感覺 夭壽 曹阿貴沒了 只是最多人吃的 所以我們今天是吃白蛇 白蛇 白蛇 好好笑 本來要點那個 最近很紅的那個超貴 它有一個烏龜形狀 對 他們說 拍一根吃的 烏龜形狀的時候 我說那我吃身體 你說你要吃哪裡 我吃 呃 哈哈哈哈 他後來變成我們點這個白蛇 是不是 對 所以他這個最近也很紅是不是 呃白蛇是他第二紅啦 超貴比較紅 因為白蛇我倒沒有看過 我也沒看過 是你們講我才有聽到過 我也是 嗯 我們先吃吃看 嗯 热热的感覺啊 你給我加了嗎 有 嗯 嗯 他有那個芥末 對 對 他那個粉飾啦 喔是粉飾掉嗎 嗯 好酷喔 完全出乎我意料的味道 好好吃喔 我也覺得好好吃 就是那個有點甜鹹的 對 甜甜鹹鹹 然後又一點點嗆嗆的 對對對 對 但他嗆又不會過嗆 完全出乎意外的 好吃 對 嗯 這雕首讚 老師給OK 嗯 以前那個 只要團隊點那個避震客 我就會生氣 為什麼 因為我已經吃得很膩 可是每樣只要點避震客的時候 我完全沒有任何期待 可是有差跪不有任何興奮 嗯 這個好好吃 這個也OK 好 這買分 我們今天要來聊就是 ETF裡面的成分股到底是什麼 因為所謂的成分股器就是說 譬如最近最好是00940嘛 對 一個新的一個ETF 但之前的00939也是相當相當有名 對 那所謂的成分股器講白話就是 這個ETF他去買的個股就這樣子而已 蛤就這樣 就這樣 就他買什麼股票 這些股票就是所謂的成分股 哦 但是一個 一個ETF好不好 跟他裡面的成分股非常大關係 當然有關係啊 他的股票表現好 這檔ETF的這個禁止 這個股價 他就會往上漲啊 哦 如果這些他買的股票 全部都往下跌 那這個禁止當然要往下跌 就這麼簡單 所以我們買的時候 一定要看裡面的成分股到底是什麼 對沒有錯 第一個看成分股是什麼 第二個看 譬如說我們這次的00940 他選擇這個成分股的標準是什麼 對 因為他的標準 以這次來講 他就一定要有配發高股息的 嗯 他必須要市值比較大的 對 他必須是價值股等等之類的 而且還會有成長 所以他有一個動能這兩個字 哦 對 動能 動能 不是動門 動能 會動的能量 會動的能量 動能 動能 不是動門 OK 然後我比較好奇的一個是 就是殖利 殖利率 到底是什麼 他簡單講就是 你買這一 這檔ETF裡面的很多的股票 他配發出來的現金 就是你領的利率有多少 譬如說我們台灣的 你去放銀行的定存 他不是定存會給你一個利率嗎 那就定存利率 大概1%多 就是你放100萬的錢進去 你一年喔 一整年只會有1萬多塊的利息 哇 這麼好 那麼好 是那麼少才對 是喔 小智子會覺得 好不錯喔 我剛才的局勢是100萬 他如果放10萬就1000塊 你如果放1000塊 就有10塊 我這樣局勢就覺得很少 你跟我們鄉下的那個 那個阿媽很像 講%數 你們還會比較不知道 但我講那個金額 如果我的比例是比較大 你好像覺得很多 其實很少 超級少啦 那我們台灣的這個 這檔ETF 所謂的高股息ETF 大概都有5%以上 喔 是喔 甚至我們比較老牌的一些 高股息ETF 0056 00878 他們今年配出來都7%多 你看我剛才講 你銀行是1%多 100萬就1萬多 然後他的這個配出來是7%多 100萬會有7萬多 喔 一個1萬多一個7萬多 這樣總會感覺到差很多了吧 如果你覺得說 好像沒有差很多 那你就把薪水 我們可以從那個7萬 調整成1萬 然後看你有沒有感覺差很多 我不要了 你就大概會知道 那個是差很多很多 這樣子會QQ QQ QQ 這是年輕人的用語是不是 QQ是叫很可愛的意思 對 所以薪水這樣就會變可愛 QQ是可愛的意思 這樣才可以提高薪水啦 QQ 可愛才會 是哭的意思 QQ是哭的意思 QQ是哭的意思 哭跟哭的意思 所以年輕人叫QQ QQ 好我今天又學到一個新的年輕人語言 所以殖利率就是這個意思 但是殖利率高有什麼好處嗎 當然越高越好啊 一般人會認為越高越好 所以目前市場上最高就是只有ETF 沒有啦 很多股票的股息都發的比ETF更高 但是我剛剛故意這樣講說 越高當然越高越好 但是我必須加一個前提 合理的範圍內 越高越好 什麼叫合理的範圍內 正常高股息殖利率大於4% 就已經很好了 但是有些股票可能發給你20% 30% 那一般人說 哇這個股息這麼高 我要去買它 我必須這樣講 有超過10%的這個現金股息 其實都不太正常 有點恐怖 有點恐怖 其實好像詐騙 你不覺得就有點像 詐騙集團的感覺嗎 其實股票他就是合 我本來說合法詐騙集團 但不能這樣講 因為剛好我們昨天的直播 這個有人在問說 老師4420的光明 一檔70幾塊的股票 他問我說 因為他剛好出息 他問我說 你覺得會不會填息 我就跟他說 機率很小 然後今天又跌3% 也就是說你領了一個20%股息 他看他天天下跌 這個在我們的專業術語叫做 賺了股息賠了價差 這樣就OK嗎 沒那麼划算 你要它的利息 它要你的本金的概念 OK 所以我說4%我覺得合理的 4%到大概可能7%左右的利息 比較正常 好 了解那今天學到蠻多 終於斗殖利率 到底是什麼 是什麼東西 然後不要說 越高就真的越好 要一個合理範圍的高 才是好 它這樣吃起來就會跟這個 今天我們吃到的披薩一樣好吃 剛剛芥末 我們在這個芥末粉 就是恰大好處的好 如果今天整個都是芥末 芥末粉那就不好 就是我說高股息過高也不好 好了解 那我們今天直播就分享到這邊了 沒錯 下期見 拜拜 想要問一下陳柏老師 時事常態班到底是什麼 OK 我們古文觀子團隊推出的這個 時事常態班是在每個禮拜二 晚上7點半到9點都會上的課 那我們會去分析時事 時事就是說 當下它的最熱門的話題是什麼 它會怎麼去影響到我們的台灣股票 為什麼影響到我們的台灣指數 我們都會在常態班跟你們做分享 還會從國際講到國內來 對 外資的錢到底都跑去哪 我們會一一幫你做追蹤 所以這是一個很國際化的一個課程 沒有錯 而且更重要的事情是 很多人學會 招式之後 他不知道怎麼用 他不知道如何使用 在什麼時間使用 然後用在什麼標的路上面 但是放心在我們的常態班裡面 我都會在每個禮拜跟你做一個 重點的提示說 今天這些招式應該用在哪裡 然後在什麼時間出手 他會是最準確 可以讓你最快速賺到財富的 哇這聽起來太棒了吧 沒錯 如果想要報你們實事常態班 記得在我們古文觀子的 官方LineAd 點選實事常態班的圖文選項 就可以報名囉 沒錯 我們到時候見囉 拜拜 拜拜